穿着灰色上衣的男子 情绪激动不断大声叫嚣 就算被袁警带开 还是不断地继续叫骂 而马路边一名老妇人 表情痛苦倒在地上 袁警眼见状况不对 赶紧将男子带上警车 邻居听到争吵声 纷纷跑出来围观 原来高雄这名老妇人的两个小孩 一事是为了家产问题 就在家门外吵了起来 老妈妈见状想要上前劝阻 却意外被推倒受伤 被下方队员抬上单架时 还难过的痛哭失声 幸好老妇人送医后没有大碍 只是平静的社区 突然一家人争吵不休 还让全家的老妈妈受伤难过 也让左右邻居各个是议论纷纷 记者廖宜志高雄报导